其实这个新闻上这个某大报 我们现在是三大报 头版头 因为每天早上我自己广播节目 我都要看头 我很惊讶 因为这个事情 我相信是确实发生 但是有到头版头的这个重要程度吗 第二个 因为台湾基金跟这个叫台湾的家 这个副部长这位这位女士 她接到电话 我相信她是接到电话 为什么 因为当你有上网去购物 不管是成品 唐凤部长请你听清楚 不只是在成品网路购物买东西 你现在全台湾所有网路购物网站 刷完卡之后马上电话就来了 不然现在看我们烧光战情室的观众朋友 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我才在网路上一输入什么时候 这个张先生 我告诉你你的刷卡记录 我们这边有错了 请你给我账号 他下一步要诈骗了 那因为我不认识这位这个杨女士 他显然是接到了 就是因为他有刷卡买书 之后他接到了企图对他进行诈骗的电话 他可能听到对方是抄这个道路口音以后 谈谈话谈了很久 那开始录影 他说接了三通 讲这个人很愿意聊 我们可以有业绩嘛 然后就讲到两岸 那道路人会讲什么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只有他接到统战电话 可是观众朋友 臺灣数以万计的人接到诈骗电话 这其实是诈骗电话 衍生成他跟他谈统战 我的看法是这样 他是延伸出来的 就是说你何曾接过打电话来 要给你统战的 并不是主动的要去跟他说 他接到是诈骗电话 才因为听到对方道路口音 就跟他谈起统战来了 对方就开始讲说 臺灣是我们的类似这样 我们军事很强 第一个这是我个人看法 第二个你接到电话之后 因为你刷卡 你任何到地方去消费以后 因为流出了个资 马上就有诈骗电话跟进 而且其实网络上已经有在卖 臺灣的户籍资料了 为什么唐部部长 你都没有这样亲自跳出来 你现在去查生病 我觉得是莫名 你应该查这样的现象跟状态 在臺灣有多么的氾烂 都是诈骗 那诈骗是为了他骗你的钱 你说这样的过程当中 有达成什么统战的 而且因为这个记者会开 我觉得有点歪楼 他认为中国大陆已经有一个统战部队 跟臺灣特别打电话去叫 那我就问观众朋友 你有接到这种统战电话吗 我告诉你诈骗电话接的多了 打电话来说两岸是什么一个国家的 倒是没有 这很清楚嘛 因为我讲话 我要负责的嘛 我对这个事情的 我个人知觉看法 其实就是这样 他今天接到大陆的口音的人 开始要进行诈骗以后 他聊开来 赶快来 赶快开手机 我跟他开扩音 然后就煞有其事的认为说 这个中国大陆已经组了 我不认为台湾没有希望两岸统一的 有 是有 但是你把它当成是 这是一个统战电话 我觉得本质它其实是诈骗电话 不是统战电话 因为我自己接到过 因为我在陈平也买一本书 然后呢 大概一个多礼拜 我已经拿到书了 就说呢 他把我这个名字 Key 错了 把我Key 成经销商 我可能会收到十本书 然后呢 要把我的问我那个银行账号 还要退钱给我 我说没关系 如果你记十本书来 我就分送给朋友 结果有没有进来 当然没进来 就骗了嘛 他就骗你了嘛 所以这是诈骗 那我接到这个电话之后 我就上网 推到陈平真正的客服部 我留言 就是说接到这个诈骗电话 请你们注意你的各自外线的问题 所以他这个事情就是 你各自外线嘛 那你唐凤不好好聚查 各自外线 然后去不会和这些警政署 在查这个网路犯罪这些人 成立一个打击小组 像我们也接到 像这样子的一个有名的网红 他也是要被人家资本鼓有色啊 同样呢 你今天报了这个案 警察说这个查到了 但第二天呢 又会出现另外一个不同页面 在用同样的人 因为他这个诈骗集团分好多支嘛 所以你不去好好想 怎么去把这个诈骗集团连根拔除 进搞这些什么统战的 我是觉得这是歪楼啊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